歡迎收看五期金錢報 大家瞭解金錢貝爾的故事 我是周晃文 上個禮拜美國股市又持續呈現一個重挫 美國股市倒窮了 光上個禮拜就跌了1413點 已經創下了近兩年來 最大的單週跌點 不過反應在今天亞洲股市 卻相對的抗跌 甚至有點開低走高 包括像是台北股市今天開低走高之後 剛最新出來的外資是賣超了88億 可是外資賣超88億 到底籌碼被誰接走 讓台北股市今天能夠開低走高 我們要做個觀察 因為除了包括像是美國的財政部長 梅努欽還有中國的駐美大使崔天凱 都提出了善意 說這個貿易貿易戰的部分 有一些轉圜 但最新的消息是 這個美國的財政部長梅努欽 還有貿易代表萊特海哲 打算要去北京跟中國國務院的副總理劉鶴 進行這個談判 所以現在貿易戰似乎出現的轉圜 我們觀察一下後續的一個表現 另外一個重點是中國大陸上海的 原油其有今天正式的一個交易 今天正式交易就出現一個開門紅 最高的時候曾經漲幅超過7% 那3點鐘收盤的時候 漲幅大概是3.3% 其中全球最大的這個礦業巨擲 佳能可更是這個熱情的參與 有第一筆交易就是由佳能可做交易的 所以這次上海原油其貨有沒有可能在 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之下呢 正式取得了亞洲原油的定價權 我們現場請教到所有來賓跟我們一起參與討論 請金錢報帶你了解金錢費偶的故事 我們這就是我們的視頻 我們下午ев莫能夠的 我們下午會